喜到公辞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诛天记》 作者 庄碧凡 第三百七十八集 临飞身前 争鸣剑侠散发着狂烈之气 赤白精心刺造兴剑 刺长红怪日 绚丽惊人而杀鸡无限 将从黑暗中一个接一个狂奔而出的痴魅斩灭 那些从浓黑污秽雾气中诞生的低级鬼物 灵智未开 战力也不过鬼将级别 却如同黄蚁一般 密密麻麻 源源不断 从雾气中来 死后重归雾气 但凝聚成实体 便能重新再战 当初数个大派的弟子供进来之后 不知道多少人被这群鬼物 搅得头皮发麻 精疲力尽 斩杀至真元浩尽 最终被这群鬼物活活累死 而现在 赤白金青四道凶剑 却裹挟着令狂风惊颤的凛冽威势 如同高山青亚 似怒海狂涛 剑意汹涌 搅动狂风 熏猛至极 所过之处 雾气尽除 鬼物被搅碎成积粉 彻底消弥天地之内 入目所见 皆是一片骇人心神的剑光 几人身前 被无穷剑芒 强行开辟出一道坦途 林飞仿佛剑身临逝 裹挟精士剑威 一路走得不急不缓 他面色平静 周身战役 却直冲天际 那些阻拦成千 上万修士的阵法劫难 毒性雾气 在一道又一道 锋锐剑光的急功之下 溃不成军 碎裂一片 林飞视如破竹 不借任何外力 凭借一身剑气 便轻易突破了 拦截在黑雾中的 第一层阵法 刹那来到了 第二层阵法之前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 徐杰与卢芳 这一路走得恍惚不已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 进入黑雾之中了 可哪一次 不是被这凶悍的阵法 搞得焦头烂额 险向还生 可那年轻人 一个人 竟然闯得如此轻松 半点危险也感受不到 好似闲庭信不一般悠然 徐杰已经不知道 该作何感想了 他叹了一口气 暗道 唉 若这年轻人早早来此 是不是古墓之门 就能被破了 身前浓雾尽销 一座阵法 从身前蔓延开去 高不见顶 威势害人 阵法之上 一道道 幽绿色的光芒 不断交错 凄厉的鬼嚎之声 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直钻入耳膜 烈烈阴风冰寒入骨 雷雷白骨 姿态扭曲地 交叠在浓黑的地面之上 更里面 数百人盘膝而坐 头顶被柔白色的光芒笼罩 企图阻拦 那道道黑色 鬼魂的侵蚀 但那些人 头顶白色的光芒 正无可逆转地 逐渐变弱 一旦消失 这数百人 便成为了 恶鬼们的 丰盛晚餐 情况危急 卢方看到那片光芒 神色一震 他快速上去一步 急声对林飞说道 是 是我们长教 眼前这阵法 乃万鬼煞魂阵 乃青龙王手下猛将豹 战死之后 幻化而成 他生前性格暴虐 信息屠戮 手上人命何止千万 练得一身凶煞之气 战死之后 更是魂魄不散 成为了守护 青龙王墓的阵眼 待手下万千战死的 鬼魂 形成了这个 万鬼煞魂阵呢 听我们长教说 他们进入后 便触动了阵法 遭受厉鬼侵蚀 进退无门 而这阵法中 阴气兄弟 杀性极强 若被久困在此 便会被炼化成鬼魂 成为万鬼中的一员 我们两派的人 快要撑不住了 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 如何将长教 从里面救出来才是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林妃好脾气地听着 偏头问那两个人 说完了吗 卢方一愣 下意识地回答 说完了 那就好 林妃再次看向了阵法 一脚迈了进去 卢方眼睛瞬间睁大 我去 他竟然就这么进去了 那阵法中 已经不知道丧命了多少人 恐怕白骨都能累一丈高了 要进去救人不错 可总得有个计划吧 总得说说进去之后 怎么救人吧 就连浣海宗跟苍吾派的人 倒不敢这么嚣张啊 他们不知讨论多少遍 才敢进的呀 这人怎么一句话都没有 就直接迈进去了 你当这里 是你家后花园啊 会死人的呀 卢方脸色发白 与徐杰对视一眼 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可现在 带他们来的人 已经进去了 他们留在外面也没用啊 死就死吧 无奈之下 两人抱着一种 近乎赴死的悲壮情绪 跟随林妃 踏进了这座阵法之中 黑雾中的第二层阵法 虽然里面的人出不去 但外面的人想进来 还是挺容易的 林妃周身 剑气激荡 太乙剑气 与昔日剑气 本就是阴邪之物的克星 无数鬼魂扑杀而至 却在两道剑气的滑光中 刹那化作了烟灰 迈入阵法之后 周身阴气瞬间浓郁了十数倍 几乎要凝结成水 凄厉的鬼嚎之声 更为刺耳 扰人心神 如高山般的围压 蜂拥而来 两大派数百人盘膝坐在地上 一个个面色惨白 不少人身上血迹满布 气息微弱 可见他们的身体 真的已经达到了极限 若是林妃再晚点过来 这群人恐怕真会命丧此处 万岳宗长教宋章 与九华派长教利广 看起来同样狼狈无比 身上的伤甚至比门下弟子更多 二人的头顶有一轮玉白的圆盘 数百人的真缘不断汇聚到那圆盘之上 圆盘光芒如水 倾泻而下 将数百人笼罩其中 如月华般的青灰 看似一破 却牢牢阻挡了 无穷鬼物的不断冲击 张教教 徐杰与卢方二人 忙不迭地跑了过去 体内真缘 几乎耗尽的两排弟子 听到声音 尽数睁开眼睛 看到徐杰等人后 原本绝望的面容上 出现了一抹狂喜 而这群人真缘一断 头顶那圆盘光芒顿消 而后四面八方 叙事待发的鬼物们 如同离弦之剑般 朝着没有欲惑的数百人修士 扑了过去 刷的一想 灵飞淡淡一扫 誓白金轻四道雄剑 呼啸而出 如红光垂落 手尾相连 无穷剑芒扑散开来 剿灭鬼物 刷那间 撑起一座绚丽祸人的剑阵 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 暂时安全了 万岳宗长教宋章 被徐杰搀扶着站了起来 刚要说什么 眼角余光瞄到了流通 顿时气得指尖都在发抖 吏声道 老骗子 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这一句话落到了 受尽苦难 九死一生 差点就挂了得两派长教身上 可就不止是眼红了 但凡他们还有一丝力气在 定然是要冲上去 把流通给撕了的 流通躲在林飞的身后 露出头 一脸的无辜加委屈 两位师兄啊 这可就不对了 我们摸金派 那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进来救你们呢 你们怎么还骂人呢 宋章额头青筋抱起 胸腔中 仿佛有个凶兽在怒吼 老子就算骂你了怎么样 你他妈的这么坑老子 害得我们门派这么多人 差点丧命在此 老子没直接宰了你 就很给面子了好不好 流通被宋章杀人一样的 目光看着 咽了口口水 慢慢地把头缩回了 林飞的身后 一路跟随林飞进来的 徐杰与卢方两人 生怕这时候再出乱子 赶忙把事情过程讲了一遍 然后劝说两人 师兄 师兄 小小气 他们真是来救咱们的 不用徐杰提醒 宋章也知道 此时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 他强行按捺下心中的咆哮与愤怒 深深呼吸了一下 他已经与这阵法斗了一天了 体内真元几乎好空 也没有力气在这个时候 去变什么是非 闷闷地朝林飞一拱手 多谢 林飞淡淡一笑 不客气不客气 我也不是白来的 哇靠 还真逮住我们两派 坑个名玩了是吧 宋章刚刚平息的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